下面一个问题 无量寿经上说 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身体都是 精色男生 可是到了 无世界已经没有身体 为什么 极乐世界环游身体 极乐世界跟无世界 不一样 那么在极乐世界 你要不要身体 是你的念头 为什么呢 到那个地方得大自在 你不要身体也行 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 如果你现在还有这个 极乐世界还比不上无世界 你看无世界身体都不要了 极乐世界还要身体 你会到身到 无世界 你去不了极乐世界 因为你的意念 跟极乐世界不相应 但是 你天天想没有身体 如果没有很深的定功 把你自己的烦恼吸气 扶住 你也去不了无世界 到最后 恐怕还是个迷惑颠倒的中英神 那你就打错他错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